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觉得他怎么样 别的还凑合 就是显得忒老气了 你怎么也这么说呀 谁还这么说 卓越 卓越的话你也听呀 他整个就一小屁孩 就是 表姐 我发现 你怎么还像原先那么没主意啊 我真就不爱动脑子 不像你那么有主意 这又是你妈接着的 我们过去就认识 但是从来没说过话 她在我们后勤大院里挺老实的 从来不主动和女孩子说话 什么叫老实 那是假清高 那她现在对你怎么样啊 还行吧 挺好 那就凑合着吧 那你什么要凑合呀 那你还想怎么样 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别瞎说 我们现在根本就没发展到你想象的那一步 哪一步啊 你装什么傻呀 你怎么样了 我呀 还那样呗 你爸你妈没急着给你介绍啊 怎么没有啊 可是我是最讨厌通过别人介绍了 冲破封建架锁追求科兴解放 我可没那么超前 行了 你的交集能力那么强 有那么多狐朋狗友围着你转 小心挑花了眼啊 我早就和他们断绝一切来往了 和谁断绝一切来往啊 你们怎么爆出来了 不够意思啊 是谁夸眼海口要请我看美国电影 乔治一家子来着 对不起 我忘了 卓越 你才不够意思呢 我可没告诉高阳你来广州啊 谁让你不接卓越看电影的 那只好我们接了 高剑瞧你那德行 一点都没变 可你变了 高阳 你来广州干什么的 这不是看电影来了吗 你有病吧 专为看电影跑到广州 谁让咱这辈子没看过美国电影呢 缝裤子可到处找你呢 你见啥了 废话 他跑到我那儿 给他广州的女朋友打电话来着 都说什么了 我不知道 反正我看缝裤子快上吊了 电影开眼了 别说话了啊 靠近一点 看我这里 头稍微低点 好 看这儿 您往里坐 好 领个 哥 你还不够让卓越跟百山说 好了 等我 是谁告诉我说是美国电影乔这一家子来着 乔这一家子真行 这明明国产电影嘛 乔哥们这趟广州来的就为看一国产电影 李温灵 瞧你们这一家子 真行 这可不关我的事啊 表姐 这电影在北京早八辈子就犯过了 反正我也没看过 你们就凑合着看吧 合着我们全城陪看了 不行 得推票啊 根本这趟广州白来了 活着票也得给我报销 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 你陪我出去啊 太不炫话了 你刚才放了一个屁 你说什么 你是哪个单位啊 你现在又放了一个屁 你不要再说话了 咱赶快走吧表姐 跟他们这份人在一起 一会儿又得出乱了 不看美国电影了 钟月 你别捣乱了 快走吧 张燕 你拿来的坏车啊 来来来 咱们今天就算是给李白灵接风了 你别道太多了 够了够了 百善 你也来点 那就少来点吧 给他多大点 他能喝着呢 谁说的 我可从来不喝酒的 你就别谦虚了 你老公说的 说你特能喝啊 谁老公呀 他怎么会跟你说这些呢 百善 你别听钟月的 他们的话你可千万别当真 李白灵 李白灵 我可从老大没说过一句瞎话 我也是 咱这里啊 还叫人百善最诚实 给人电影名都攒开了 卓运 不许你再提这事了 瞧瞧你们这些人 走哪祸还到哪 我刚说离去北京躲你们远点 在这又有框上了 这对球也太小了 这就是缘分 来 咱们的缘分干一杯啊 好 干杯 来 干杯 李白灵 嗯 这次你走的时候没见着方言啊 你们还让不让我吃东西了 咱别提他行不行 一提方言连饭都吃不下了 反正扣到胃口 至于吗 人方言又怎么得罪你了 谁是方言啊 他跟你怎么了 我告诉你们 从现在起 谁要再提方言又跟谁急啊 我明天就给方言打电话 让他速来广州跟咱们会合 所以 何苦呢 朱月 太不像话了 你怎么能把人李白灵的话 当耳旁风呢 白灵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你跟我们开玩笑呢 谁知道你又跟方言又 我 对不起对不起 以后孙子再提方言 李白灵不在的时候 还是可以提醒啊 到底你打什么事啊 你们要嫌我碍事那我走 我不反应你们聊方言 行了吧 不是 别劝你 行了行了行了 再点 你跟小孩似的 算了 您刚来就剩一肚子气没必要 都怪我不好 我不应该去带你看什么美国电影啊 你们笑个屁啊 坐下来 我这儿还有事跟你上去 没完啦 什么事啊 我这回匆匆忙忙地来 也没带多少钱 你能不能帮我借点钱啊 在北京我不是借你了吗 而且后来 你把房裤子的摩托车都给卖了 怎么还不够啊 我这儿不是临时有急用吗 我这儿就这么多了 你都拿去吧 你这不是打发要饭的吗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买彩电 不是 怎么 怎么着 你们能买到彩电 你们看我干什么呀 因为只有你 才能帮我买到彩电呀 我 别开玩笑了 我去哪儿弄啊 你老公啊 你老公推不低的 愣把我们彩电给呛走了 我不明白 哎呀 真啰嗦 你们直说不就完了吗 还绕那么大个弯子 就是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今天去看货的时候 正碰到老南征 带着几个人替彩电来着 我这次来广州 就是冲着这批彩电来的 白山 你可得赶紧干什么家小老头 别嗆我们的行啊 谁是小老头 卓越 净胡说八道 他跟我比不是小老头是什么呀 真讨厌 卓越 你平我平呀 说着你呢 你就跟你老公说一声 把那批彩电让给我们 那我怎么说呀 还用骄傲啊 你就跟他说 别动那些彩电不就行了 白山 我们的身家性命可全只要你了 不就是那破彩电吗 看把你们给急的 我能不急吗 合着我这趟来广州 就是为了看上电影来的 你们别着急 我一定要葛南征 把彩电给你们救世了 我们要是这么一个表姐得多好啊 我也是 少来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谁也不去打我表姐的主意 我欺负表姐 不是 你们都看我干吗呀 不是 你们都看我干吗呀 我去学一下农场学的 你们农场还叫跳舞呢 我是跟你老范人学的 他在五十年代 就是特有名的舞蹈教练 后来就是因为老乱港南起关系 遮了好几回 那你这急得跟谁学的 急得是跟北京过去特有名的 一个老连动学的 看来你们农场还是一个藏龙虎的地儿啊 其实你要是还想写小说 真应该去老改农场 好好体验体验生活去 那我您可不写小说了 我可没忘了咱们在拘留所里的苦日子 其实我特怀念咱俩在拘留所的那段日子 方言 你真应该写下来 你干吗不自己写啊 我打扰你那两下的 五刀弄枪的咱还行 五文弄墨的就不灵了 方言 这把刀送我得了 嗨 你要她呢 我正准备还给李白玲呢 就是 你还想你当麻烦不够多啊 跳不跳 干吗不跳 咱跳三步 我带你 雨晴 快给我们搬走 来个山架树啊 歌声轻轻荡漾 在黄昏的水面上 五色终于工厂 不怕就去闪断 夜车飞快地板 欢迎快点 来了 急什么呀 你外边冷着呢 我说你们可真行啊 一根根的全都不露面了 害得哥们就像跟组织师去联系了似的 到处找到能打听你们下落 我出了远哪儿也没去 一直在家呢 你还能活到今天就不易了 我们都觉得你已经叛变革命了 组织上三番五次的派我来干掉你 我都没忍心下手 好像就我一样叛变了似的 我发现你们最近的行为都很异常啊 尤其是高阳 他把摩托车给卖了不说 估计还嫌李白玲南下广东 准备偷渡香港了 刚晚下小时能干出那么惊心动力的大事 我们可得好好给他收尾里一转 将来他和李白玲一姐还香的时候 说起来咱好歹海外也算有亲人了 那他们万一偷渡的时候被打死了 我们不都得跟他受连累啊 真有这种可能 搞不好咱们还得给他们抽尸 那可就一抽万年了 红姑子 你是不是早就怕这高阳和李白玲他们俩死了 那不会 他们要是玩了 哥们那摩托车找谁去 瞧你那点出息 不一辆破摩托车吗 还没完没了了 你出息的 明天出了你和瞧你那找破事 就没别的了 你说什么呢你 这不来就是 你干滚蛋 凭什么呀 这是人方言家 你要大不管可别把他弄手 谁谁谁谁 开玩笑何必那么认真呢 就是算了算了 不就那么点事吗 就是 我发现你真要开不起玩笑 谁给你开玩笑 方言 你再说句公道话 哥们对得起你们 我缝扩的地 给你们当丢做麻烈的 这些名正言顺 你们不能这样 无休止的菜货吧 没你们这样的 别哭别哭 有话好好说 哭着你 我乐意 这是我真情实感的 自然流露 怎么了 哪有泪不清谈吧 没错 但是因为你还没到伤心处呢 你们老这样对的 我可能不伤心吗 那你就尽情地敞开了哭吧 我们谁也没拦着去 方言 没你这样的 哥们从现在起 以后你们谁也别再想 看见我哭了 喽 那你这冯氏哭法 马上就绝版了 那干嘛呀 自己一人走厕所里哭 回头别给憋死了 我就是死了 也不会让你们看我笑话 那好 我们都盼着你能尽快地处理起来 干嘛呀 真走啊 不走 我想打个电话 瞧瞧瞧瞧瞧瞧 真不辣扣 好 军区总机嘛 我李司令家 麻烦您给我接广州军区 对 你怎么跑我这儿来打长途来了 没事 这一会儿 行了 你别给我卖关子了 方言到底出院没有 我早告诉你了 方言已经出院了 我问你 是不是在广州见着高阳了 那当然了 我们天天都在一起呢 这边可好玩了 实话告诉你吧 我和方言天天在一起呢 方言老来找我 骗你干嘛呀 方言昨天还请我去大家跳舞来着呢 我不告诉你啊 是怕你受不了这刺激 我告诉你 金亚 你骗不了我 方言才不是那种人呢 他根本就看不上你 再说了 就算方言老去看你 也不能说明他就真的能和你好 方言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才不会对女孩认真的 他还就对我认真了 你别以为高阳就会对你认真 他在这方面可比方言差远了 那这么说 高阳对你是假的了 你既然知道高阳对你压根没单回事 你干嘛还非得硬着头皮和他好啊 这只能说明你这根对待生活的态度 不严肃 轻浮 你们的情感真复杂 我真不能理解 你才轻浮呢 吃着碗里的方言还借几着锅里的高阳 你这种人就恨不得全天下所有男人 围着你转你的胸心就满足了 你还以为你自己多招男人呢 别臭美了你 告诉你吧 方言天天都想约我出去玩 我都不爱去 我这儿为你好 我怕你竟然想不开就麻烦了 竟然咱们还怎么在一个单位共事啊 谁说和你还要在一个单位共事啊 你还以为我能回去呢 我告诉你吧 我这次来就没想回去 你就一个人在那个破医院里 当一辈子伺候人的护士吧 你这是跟谁发这么大的活啊 真是气死我了 至于吗 白山 我刚才还在犹豫 不过现在我决定 本人就在沙家帮扎下去了 我真没看见高阳 骗你干什么呀 那你到底来不来了 再说吧 我看你也不像从前对我那么热情了 其实到底怎么回事你不说我也知道个大概 有卓越和高静这俩孙子在你身边 我决裤子就别想有安宁的日子 你这是什么话呀 人家卓越和高静还老问我你什么时候来呢 你干什么啊 别想知道我决裤子的行踪 想暗杀我呀 没那么容易 就感觉他是什么重要人物似的 不就穿上破摩托车吗 还让高阳给卖了 你说什么呢你 你快点打 咱们马上要出去吃饭了 还没完蛋 决凶多虑了 谁也没想算计你 那我挂了啊 不是 我正上着班呢 上着班怎么了 你原来可对我不是这样的啊 不行 快亲啊 那我先亲你 什么人呀 亲手吗 不行 我们领导来了 就这样啊 冯复子来吗 不知道 反正他现在肯定知道你在广州了 管他呢 万会搞着了吗 你们可得快点还我啊 没问题 谢谢你啊 笑容 别谢我 你们还是谢谢冯复子吧 我盼着你们快点把彩电买回去 赶紧先把冯复子摩托车钱给他 要不然他真要上吊了呢 冯复子没那胆量 他顶多也就是再哭一鼻子 那彩电怎么样了 百姓跟她老公说好了 不过我们有原来那么多了 那还有我的吗 我那胎就给你了 那我那胎也不要 说什么也先紧着夏红 去 你们又来了 看什么呢 赶紧走吧 吃饭去 徐徐 你看谁来了 谁啊 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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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汪 这小子终于露面了 徐徐 你别露面啊 那不成 你要这样我快走了啊 你要这样就没劲了啊 除非别让我见着他 我要见着他 他无动于衷那我就不是人了 他动了手才更不是人的 你要还拿我当朋友你听我的 徐徐 求求你了 你要打就打我吧 放给我 给我 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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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院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啊 还通知什么呀 我又不是练经统治 你等着马上下去 哎 还是我上来吧 别别让我正好上出去呢 哎 徐徐 徐徐 你怎么在这儿呢 不止我一个人 还要瞧瞧 瞧瞧 他也在哪儿 我出来那么久了 你也不来看看我 我也刚回来没多久 你怎么不上呢 算了 改天吧 我还得去上课呢 那你改天再说吧 黄海再见 你不想见瞧瞧了 不了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以后恐怕就没那么千代难逢的机会了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比我清楚 我不清楚 徐徐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不干什么 别紧张 好像你们都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就是想让你和黄海好好叙叙救 徐徐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我是真心希望你和黄海能好好聊聊 我跟他还有什么好聊的 其实有些事情都说开了 没什么了不起的 黄海 你上来 你看 这分明是做贼心虚了 黄海 别走 我说徐徐就这么点事 你还没完呢你 我完没完要看黄海的了 别老躲着我不见 干吗呀 他越不见我 就越说明他心里有鬼 就越说明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你现在觉得全国人民都对不起你 其实谁也没对不起你 但是黄海根本就没诚心躲着你 那就诚心躲着瞧瞧 许轩他让我失望了 黄海从部队回来一直在准备考大学 哪有时间跟咱们瞎好啊 我还就看不惯他假正经那样 什么事也知道上进了 范燕 你不能理他 他要开始犯病钻牛角尖 行 其实我也就是跟黄海开个玩笑 你们还以为我认真了 放开 这场满了 看这场满了 看这场满了 看是预售下一场的门票啊 没什么票 别着急别着急啊 请大家自觉遵守礼堂纪律 待会儿进去通通对方入座啊 今天放什么片子 在水一方 蛇行雕首 醉拳 多了去了 这电视剧都快完了 封库怎么还不来啊 就是 怎么还不开演啊 这要等到啥时候啊 咋还没有动静啊 瞎喊什么 让你们到这儿先看电视就不错了 我们也不是来看电视的 我们家里也不是没电视看 就是我们家早就有电视看了 您这么大岁数了 心脏盯得住吗 干啥 看个路线还要去验 我那不是为您好吗 您再回头看着看着 一激动验了气 是 那麻烦就大了 你别笑看人 我的身体很好 你未必是我的对手 干嘛 干嘛练交啊 走 我们吃鱼鱼鱼鱼 要剩个饮料 以后我就面皮我看录像了 你给我歇菜吧 别让趁机白看录像啊 别急 别急 来来来来来来 老家 是你了 搞什么进去啊 有票吗 我们还用到票啊 那当然了 我不能装为你们走后门搞不正之风吗 一律评票啊 瞧你那干啥 不是你怎么骂人啊 骂你怎么了 我还抽你 算了算了咱走了 那凭什么呀 这缝裤子谁哭着喊人叫咱们来看的 要不然这样嘛 你们先派一代表进去看 我建议女士优先 瞧瞧你可以进去了啊 那缝裤子呢 我还要问你呢 呦 你是不是方言啊 怎么了 真少见啊 真对不起 你是不是刚出来 对啊 处得够狠的呀 几年啊 什么几年 我也是住了不到两个月的医院 呦 你保外就医了 你是不是以为我遮了 啊 谁遮了 我得肝癌子刚出院 我们都知道你跟号里混了一甲肝 这是什么不好意思的 保外有什么不好的 啊 我们都替你感到骄傲和自豪呢 你看人许迅 那这个不就是不一样 一出来爱谁谁 全中国属他最牛 我们大家都得让让他 你太爱了 吴胖子 那你还不快把我们请进去 算了 吴胖子 赶紧放他们进来吧 过来坐 方言坐啊 吴胖子 这晚上都有什么片啊 瞧瞧 有一片子你真该好好看看 什么片啊 你美国片《混沌蓝桥》 巨感人 我吴胖子够坚强的嘛 从小到大你看我什么时候哭啊 这片子愣把哥们那眼泪 骗得跟缝裤子那眼泪似的 不值钱 嗖嗖地往下流 死活控制不住 是啊 有那么邪啊 姑娘 骗你我这孙子 瞧瞧 快进来啊 别那吴胖子瞎蛋了 哎 等会儿 哎 瞧瞧 跟这种人在一起感觉特压抑吧 怎么会呢 不用跟我噎着 这人没什么文化 特粗粗 你早晚就厌恶他 那也比你有文化 不可能 哎 方言这人也够阴呢 什么意思啊 他明明跟你有一腿吧 还能当着许迅的面 愣个没事似的 吴胖子不许你胡说八道 嘿嘿嘿嘿嘿 真的真的真的 我也挺佩服你呢 同时跟他们俩人 应付得过来嘛 吴胖子你 嘿嘿嘿 瞧瞧赶紧的 快点过来啊 吴胖子 你下楼看看去 缝裤子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下去你把门啊 你这破门有什么磕把的 我下去那缝裤子没来也还是没来 管屁用啊 我怀疑这孙子弄不着片子别溜了 呦 那咱可就惨了 我可就更惨了 这孙子还骑着我摩托车呢 我们今天下午看见方姑子了 在哪啊 方言家 他在我家还打电话 连录像片的事呢 哎 那他骑摩托车了吗 骑了 他就是骑摩托车走的 不行 我得看看去 很浪漫 正是这类型的 飞服务不着 你当时有一个不受之客来挑战 哪个 哎哎哎哎 呀呀呀呀 哪有付券啊 一会儿进不来了 我再一个差不多 去你的有病吧你 他的领部很不高 那人呢 陈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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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想放一个幻灯片也行啊 还新闻简报呢 真把我们这儿当电影院了 小姐快房 开房请到服务台去 我要和你开一间房 缝裤子 你怎么来了 不欢迎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你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呀 是嫌我搞突然袭击了 没有 我是说你怎么老是神出鬼没的 你不是说不来了吗 我说过吗 咱们别在这儿说了 我先带你开房去 您显得很 什么明显得很啊 明显得对我不热情和有距离了 你能不能把墨镜摘来跟我说话 搞得跟地下工作者似的 我现在就是被你们逼得 已曾公开转入地下了 谁逼你了 能告诉我高阳此时此刻在干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 你不开房了 着什么急 你不急我急 一会儿我该下班了 你那意思就不陪伴我了 不是 我妈病了 我得回去看看她 我也是带着疲惫的身心来的 我比瓦西里同志惨多了 这一路上给我熬的 我到现在还没合眼呢 你也知道 现在我是多么地需要你 给我点久违的温存啊 去 真肉麻 去吧 喂 你好 这里是迎宾馆 小虹 我是高进 你告诉事什么 我跟你说啊 我知道 那个我马上下班了 我知道你要下班了 我马上过去接你 什么呀 你别来了 那个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谁呀 不会是高阳吧 那我挂了啊 你刚才说什么 好话不说二遍 那咱们赶快开房去吧 喂 你好 小虹 刚把电话给挂了 我是高进 你找什么名单 对不起 你打错了 快走吧 慌什么 一个李翔翔就把你瞎成了结个样子 你还有时间开玩笑呢 你快把电话给我 你快把电话给我 喂 李猴 李德华影本官的头 你是谁呀 我找夏虹 我还来唠叨 你是谁呀 你怎么男嘴喷喷呢 你大爷的高进 你说话呀 哑巴啦 听出我是谁了吧 听出我是谁了吧 我胡汉三要回来了 说吧 高阳在哪儿 咱们先把房开了再说吧 快走吧 一会儿我全告诉你 炕头还是热的呢 不会是高阳才睡过的吧 去 你说什么呢 高阳已经回北京了 别逗 我真没骗你 真的假的夏虹 这玩笑可开不大 我真不骗你 他今天才走的 他跟谁呀 就他自己 那你怎么不通知我这事啊 我还没来得及 你不是就冒出来了吗 哎呦 我疯苦的早晚 得让你们把我给折腾死 这你也怨不得人家 谁让你自作聪明 偷着跑广州来着 我还以为能逮你们个现行呢 我们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别把人家都想得跟你似的 那高阳那电话是怎么回事 他给我打电话怎么了 他没上牢给我打电话呢 他干嘛跟做贼似的 有话还不敢耽误我面说 那是你多想了 你休息吧我得走了 咱俩刚见面你就走 我真的家里有事 就一会儿完了事你就走 没你这样的我成什么了 咱俩很正常啊 我们这种方式就不正常 咱俩过去一直是这样的 冯姑子 你又没刷牙了 我日夜间长一路 连跑屎都没跟我拉呢 还有跟我刷牙呀 那你赶快去洗洗吧 你过去可从来没这样嫌弃过我 讲究卫生人人有责 你怎么那么啰嗦呀 你是不是让高靳和卓越 他们给灌出什么毛病来了 你烦死人了 快去洗洗你的臭嘴巴 咱俩一起洗啊 去 我才不跟你洗呢 你就快点吧 快点啊 18年 不开眼了 快点啊 不开眼inh 我干嘛 再见 一个缝裤子就把你 架成了结个样子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高纪现在在哪里 高纪已经去宾馆找你了 不骗你 你怕什么呀 你让缝裤子接电话 我跟他说 别逗了 缝裤子要知道咱们在一起算计他 那可就坏了 让我以后怎么面对他呀 没你这样的 对我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你越这样偷偷摸摸的 越让他怀疑咱们好像 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 他这人疑心特重 你又不是不知道 高纪真的来了 那怎么办呀 高纪也真是的 他怎么也不为我着想啊 谁让你早不约晚不约 非要今天约高纪和你单独见面的呀 谁约他了 是他老厚着脸皮约我来着 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呀 那我约你怎么就好意思拒绝呀 胡说 你什么时候想约过我 每次我想单独约你 你都故意把高纪叫来了 而且高纪每次当着你的面 对我不尊重 你都假装视而不见 还有高杨这次来了也是 都对我那样了你也不管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 他们对你那样全是你自个儿造成的 谁让你老给他们机会来着 一个女孩要学会自重和自爱 谁让你教训我了 你怎么就不知道自重和自爱啊 整天光想着泡百姓 还好意思说我呢 我不跟你说了 缝裤子来了 你有多少真心的花儿 要对你讲 上了一天班了你不息息啊 等会儿的 给谁打电话呢 给我们家打呢 我得跟我妈说一声 你们家装电话了 早就装了 还没通呢 别打了 赶紧的 我行死你了 冯裤子 你真的想我吗 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呀 冯裤子 我信 可是你别这么伤感好不好 没辙 我一见你就激动 你这一哭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你别管我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怎么了 怎么了 你心里自己不明白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刚才亲你的时候 你心里准想的不是我吧 你怎么这么想啊 那我怎么想啊 你怎么想怎么想 我得回家了 那我呢 你在这里 妈妈做你跟夏刘梦 合着我这趟真难来了 你根本就不该来 我这算怎么回事 我都不明白了我 你别 别这样 我就是欠 我就活在党内让别人侮辱我 你这是何苦呢 快起来吧 谁也没想侮辱你啊 冯裤子还不信一人活不下去了 我来看看他怎么让我有来无回 你快起来吧 我去看看是谁 不开门我也知道是谁 你要敢开门别怪我留情不认 别闹了啊 我没拿 估计是服务员来送水的 少来 我知道是高剑 高剑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啊 不是你把高剑给招来的吗 我 你可真会开玩笑 夏洪同志 是你们在跟我开玩笑 而不是我在开玩笑 夏洪 你快开门啊 你是谁啊 高剑 高剑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小废话 快开门 有本事你就去开门 我还不信高剑能骂我怎么着 高剑 你快走到我没事 你先开门 冯裤子是不是在里边呢 你刚才有本事被躲着我不见呢 他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 瞧瞧 他都犯科为主了 就好像咱俩在屋里做贼呢 高剑 你这是干什么呢 我跟冯裤子的事跟你没关系 你快走吧 你们俩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为什么不开门啊 冯裤子今天不接见我 我就在外边耗着了 没他这样的 也竟然太甚了吧 天理难容啊 你就给高剑开门又怎么了 是你开 而不是我想开 有没有搞错啊 是你搞错了 再不给他开门 他还真以为咱俩在屋里 干什么丢人的事呢 你先和我在一起丢人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咱俩早就名正言顺了 他刚就管他着嘛 那你还怕给他开门啊 是你怕 而不是我怕 有没有搞错 谢谢啊 光天化日的 你们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 没 没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半天不开门 真 真没干什么 高剑你别好站着 你坐呀 就是 你坐呀 我去给你倒杯水 别假惺惺的 我是不是影响你们了 我们又没干什么影响什么呀 还没干什么呢 你看夏红这脸怎么了 没怎么了 是我不小心弄的吧 夏红 你跟我说实话 冯库子是不是欺负你了 我哪敢欺负他呀 他现在有这么多人 给他保驾护航呢 我警告你冯库子 你要是敢对不起夏红 你可别怪我不顾 就咱们小时候的情意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就你这种人还有情意呢 那也不会像你这样 对夏红这么无情 我对夏红怎么无情了 你把夏红割广州多长时间了 你不想夏红 人夏红就不想你了 就是 他这人挺自私的 为了烂摩托车 专门跑趟广州 你什么时候 专程来看过我呀 你要这么说 可就冤枉我了 我这次就是专门来看你的 其他都是顺便的 那也不对 咱们可是从小一块偷幼儿园 向日肥长大的 合着你这趟来广州 就是专为看夏红 我们都成顺便了 你这分明是重造新有啊 我压根就没想见你们 瞧你那点出息 你出息大 动不动就想喇夏红 谁想喇他了 你说要得负责啊 你不想喇他 没事老约夏红干嘛 我约他就想喇他呀 这什么王不蛋逻辑呀 废话 你男的没事吃饱了 撑着约一女的出来 不喇干什么呀 冯库子 我发现你太肮脏 合着你就为喇夏红跑到广州啊 夏红是我媳妇 我想什么时候喇他关你屁事 你们说什么呢 你和夏红领证了吗 我这次就是专程来和夏红领证的 带介绍信了吗 空白的我可以献田 那夏红同意了 他还能不同意呀 都催了我有些日子了 夏红 是这么回事啊 怎么可能呢 我还没同意呢 还是的 夏红又没答应你 想跟广州跑什么呀 我愿意 你再让你给我瞧瞧 我说 你刚才愣给我算了你 我让你哭 我不哭 不哭不行 你必须哭 不哭 不哭 哭 这是干什么呀 你也切着探神吧你 怎么了夏红 我这是为你好啊 谁用你为我好 这种怂人 你还压不住火了你 夏红我没怂 你没怂你往广州跑什么 你没怂刚才在房间里 你隔离岁在干嘛呢 没怂你就别哭啊 高晋 我算是彻底看清 你是什么东西 真讨厌 你们两个还有个正经的时候 没有啊 以后不许再揪耳了啊 这不得挺疼的 我问你 卓越呢 在病床上在相思 刚刚这回得经了 那还假的呀 没你哥这样 害了哥们儿 七里子三是家破人亡了 不就是一摩托车吗 高晓又不是不还你了 你们这回都干嘛了 没干什么 光消费来着 和着你们让哥们儿 一人在北京受苦受难 你们在广州花点酒机 也跟我生平啊 我不是还替你招呼夏红的吗 去 谁又不招呼呀 你不急着回家了 急有什么用 眼睛是这样了 是不是哥俊来了 你就不用回去了 谁来了都咬子的 赶紧吃饭 你请啊 咱们审给谁呀 咱们审给谁呀 咱们多少年了 从小就一块儿偷一人员的县上回 从楼上我们过的路的身上吐瓣玩 美好的童年 那你请啊 当然你请了 我没请 是不是比我搜你啊 你还不信 来 搜 不搜你不是人 搜 你不嫌分啊你 你不嫌分啊你 没有吧 把裤子脱了 没这样的啊 你不就躺裤衫里了吗 别再跟上回事了 给捂搜了 不是 下个你怎么帮她呀 不是 来真的 别闹了别闹了 哥俊 你就不能安静点吗 琴哥 好 时尹不济 世风日下 民不留生 那不天日啊 我请我请